好 我們去唱三首不快樂歌 三十年不是一個小數目 但是我們多少勞工在這三十年當中 即便有勞之以法 一樣被犧牲的 在座的可能都是 所以他今天生日 我們一點都不快樂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再來唱這首歌 你生日我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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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勞薪資不脫鉤 落實實在保障 反DC 反DC 敬派遣 廢除法事之一 30年以來我們發現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法條 雖然比工廠法好 但是對勞工卻毫無保障 包括現在勞基法的第六條裡面 本來是不允許任何的人介入他人的契約 抽取利益 但是現在派遣泛濫 本來是認為職災要有一定的保障 不管是工作權還是職災的補償 但是卻看得到吃不到 本來退休金應該是依法保障的 但是我們現在像華龍 像官場工人 這些人卻毫無拿到退休金的機會 有非常大的風險拿不到退休金 然後最後 基本工資本來是所有適用勞基法的勞工都該享有 但是現在在兩黨的執政底下 許多的外籍勞工卻沒有辦法拿到基本工資 未來甚至有更多的外籍勞工可能沒有拿到基本工資 然後再來就是現在甚至有很多的勞工 他沒有辦法適用於勞基法的保障 包括過去的國道收費員 還有現在的醫生都沒有辦法做勞基法的保障 或者是有勞基法的保障的勞工 但是因為勞委會把它放置在八四條之一裡面 所以他公實的規定 就讓這些勞工是沒有保障的 所以 但是我們這一輩 今天現場還有二三十歲的勞工 我們在出生的時候勞基法已經施行了 這三十年來勞基法讓我們成長 看起來我們長大的勞基法是沒有長大 勞基法沒有變好 所以我們的生活長到三十年也沒有變好 沒有未來 這樣的勞基法 我真的覺得勞動部如果潘世偉可以因為匪文下台 他的想要幹什麼 他想要他這個去搞小三什麼 那是他的事那是他的自由 但是我最後的一件是他媽的 這三十年來有哪一個勞動部長 是為了我們的勞動權益被剝奪而真的可以下台的 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這麼多的工人在這邊集結 我們真希望工人的力量可以把這些部分 部長拉下來 光是我們這些受害者 我們真的就可以 我認為憑我們來掌管這個勞動部 都可以做得比任何一任的部長好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大家加油 加油 加油